发明独刺防空导弹的人真是个天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防空导弹 主体由弹头可拆卸卧把以及推进器三部分构成 最高速度2马赫 有效射程5公里 在俄乌战场上 乌克兰使用独刺导弹至少击落了17架俄罗斯的直升机 用20万美金的装备 击毁造价上千万的直升机 这笔买卖可以说赚大了 其工作原理与传统的红外线制导系统相比 独刺的紫外线制导有着极其优越的性能 不仅能确定目标的大致外形防止误伤 还能抵抗闪光弹的干扰 精准锁定目标 在使用时 会先展开信号接收器 向目标发送IFF信号 这种信号可以识别敌物 并通过补传导的方式释放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让操作员确认是否发射导弹 如果发现的是敌军的飞机 操作员可以利用专用瞄准镜进行锁定 或者使用更加简单的傻瓜式操作 瞄准目标后确认对方的飞行轨迹 如果是向右飞就放在最左边的凹槽处 如果向左飞就放在最右边 如果目标正在靠近自己 就放在最中间凹槽处 如此导弹发射过程分为两端 第一段会在0.5秒内激活马达 然后短暂吸火 靠着惯性冲出发射管 等导弹飞行至安全距离后点燃推进导弹 保证了操作人员的安全 在空中经过短暂的加速后 展开固定一稳定飞行轨迹 固定在陀螺仪上的引导头上的紫外线装置 开始搜寻打击目标 因为可以旋转的原因 即使躲过第一次的攻击 独刺导弹凭借着比一般的防空导弹 大很多的搜寻范围 也会再次锁定目标 这让独刺更加难甩开 让独刺导弹出名的是它的简单快捷 一个普通人只需要稍微训练两天 就能熟练地掌握使用方法 形成可观的战斗力 这也是独刺导弹仍然活跃的主要原因